眼下在山东德州庆云县 上千亩盐碱坑堂养殖的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 在庆云县的一家水产养殖家庭农场 虾农们正在捕捞南美白对虾 这里是一个盐碱坑堂一直被荒废 养殖后将坑堂内的盐度调整到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 这样就可以养殖南美白对虾了 这个南美白对虾生活细心是在海水里 在这个地方养殖环境正好在盐碱地 所以说在这个自然环境的产严量比较高 相对来说那个春淡水养殖的虾 口感要好 肉质要鲜美 现在庆云县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有1420亩 其中盐碱坑堂占85%以上 在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的盐度范围内 养殖户还在虾堂里套养草鱼连鱼 提高虾的品质 还有下雪 然后是水槽 就是发生那个颤抖 然后容易是下死亡 然后咱也放羊一部分草域 然后把一些水槽来给吃掉 再就是浩羊一部分滑白链 用来净化水质 也就是说起到挑水的作用